好要把握周末的好天气了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17号周四晚上将有一道封面接近 全台都变天有雨 转湿冷 一直持续到周末 提醒民众这几天仍要留意日夜温差变化 避免着凉 民众要把握好天气了 周四前仍是晴朗稳定天气 除了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 有迎封面的地形雨势 东半部云量较多 气温落在27至29度 早晚月亮为18至20度 不过早出晚归 尤其其车民众还是要穿上保外套避免着凉 15、16、17这三天 大概风向都是一个东南风的天气 然后到17号下午 大概北边有一个封面要下来 但是那个北边的封面其实不是很强 它并没有压得很低 所以它对花莲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 那17、18这个封面就通过了 那19以后整个花莲又开始 比较偏东风的 吹比较偏东风的一个情形 然后甚至到20的时候 又开始吹偏南风 甚至有一些南风的分量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周的天气 其实就是比较温暖 还有比较适宜的 但是早晚的时候 可能温度受到浮射冷却 或是云不多的时候 温度就可能比较低一个情形 但是低温并不会太低了 然后整个在 我们因为吹东风跟东南风的时候 我们花莲还是在银封面上面 所以基本上在局部地方 还是有一些比较短暂 零星的短暂震雨 或是零星的短暂雨 所以早晚 而且我们看到资料 这样在花莲的地方 晚上到清晨的时候 还比较容易下雨 所以你如果是早出晚乖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雨具需要攜带 然后早上出门 还是带雨具 虽然白天温度很高 但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降雨的情形 好天气到周四晚间 随着封面接近 周五各地变天有雨 东北季风增强 较为湿冷 虽然周六减弱 水气减少 不过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 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 早出晚归 适时增添衣物 攜带雨具 这只长帮远好临时报导